上周比赛圆满落寞 善依纯 陈楚生原谅夺得金曲 在突然醒来的黑夜 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 原谅 本周迎来第二阶段的队长第一站 两位队长排兵布阵 为争夺金曲荣耀 展开激烈对决 我可知道身为一个队长 我的担子有多重 金曲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天资健康归宝滋养音乐新生 我的面前有两个队长光 仙虫草的礼盒 里面一个是一 一个是二 一就代表着可以率先开启 我们的音乐舞台 我们还有一个王炸牌 是王炸牌的还是吧 毕杀鸡 毕杀鸡 来 有请我们今天的 中邦加倍 大家好 再一次的回到天赐 挺兴奋的 因为这次来 我觉得跟三年前来的 那个状态不太一样 更充沛吧 整个的体力啊 心态应该都会比 那个时候更好 我最近有来过天赐啊 你还记得你跟谁 插吗 好 抱歉 断 可是我记得小善 但是我们在天赐上面 是没有合作 那你们俩正好这一把 就再续前缘 对 陶者老师 陶者老师 他是乐坛前辈 也是我心中的偶像 这一次 在天赐 我跟陶者老师 是第一次合作 然后我也非常开心 但同时也是有压力的 我觉得你们是 我们的秘密武器 好 看了一下我这个阵容 我得马哈斯 我们赢定了 这往那一站 还唱吗 甭唱了 甭唱了 对你老师那么没信心的吗 不要这么突然提醒我 喝这个水加油一下吧 来来来 我们加油一下 冬阳光 为了大家能够组在一起 五湖四海 都在水里 我觉得我的眼睛都转不过来了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 真的觉得就是 在电视机前 你听你了 你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 我没有说怎么样 我就说 你们可以了解那种感觉吗 就像你们现在看我一样 第一次来 天赐的声音 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觉得 两个不同的歌手 缘分配对在一起 然后一起去唱一首歌 其实我觉得是会赋予一首歌 全新的生命的 天赐的声音就是有这种魔力 银河快递 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个乐队 每个乐器空间感的音色特别特别重要 对 直接影响到你们整个这个歌曲编曲的气质 就是怎么说呢 做乐队的 写出来这样的音乐 它除了旋律之外 它还有很强烈的画面感 老师们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这样子 就是以前有没有像这样的录过节目 对于我们五个人来说的话 肯定是第一次录影这样子 对 那就把它当成排练 而且我建议你们不要先出场 冬队老师回头看我的时候 我在那儿逼解女长 对 就希望可以再一体一点 做表演的人就比较在乎他互动这种交流 为什么让他们往后放 就是看我们表演以后 可能会好一些 当队长 它就是责任 你要做很多的工作 跟队员的这种选取 前后的顺序 打磨每一个细节 让大家能够发挥得更好 杨婚老师他在12年前的时候 就是我的老师 挺害怕 天生害怕老师的那种系列 我就是 但是又喜欢挑战一些 说不清楚的感觉 真正天然矿泉水 滋润天赐 有很多的好声音 真正天然矿泉 源自地下百余米岩石烈锡 本节目由百岁山特别赞助 天赐江恩贵宝字要音乐师生 欢迎收看这叫卫视 大型励志音乐节目 天赐的声音第五季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陈欢 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 大家好 大家知道我们上一期的时候 已经选出了两位队长 分别是 极客俊逸队长 杨坤队长 两位队长曾经也是音乐上的搭档 亦师亦友 但是今天身份上的变化 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首先想问一下 极客俊逸 我害怕 对 压力来得也很突然 作为队长 你们有自己的队名和口号吗 我们队是这样的 我们延续的是 《楚生歌》的队名 所以我们队依然叫 东阳光队 东阳光 东阳光 听得让你 新光光 气势还挺强的 但是我们听一下 坤哥 因为我们这个队 可能是这一季 有史以来 人数最多的一队 一共是十个人 所以我们的口号就叫 十全十美 十分完美 作为队长 极客俊逸 第一组音乐合伙人 我算一下 算一下 我觉得我们队 最先要派出的是 陈楚生外海人 哇 然后我们用欢呼声有请 陈楚生 王特耶 就是咱们这一次 能够合作 而且选择这个歌吧 我也觉得还挺特别的 嗯 我觉得这个歌就是 给我的直观感受 就是很然 很然 然后很疯 嗯 那我觉得哥 你是我见过 非常少的 是觉得不够丰盛 非常风格 我觉得你 应该是一个 唱起这首歌来是 非常野性疯狂的状态 我真的 我觉得很想和你发一次疯 ok 挺好 挺好 这次你能挑这首歌 我其实还蛮意外的 但是呢 我又又很开心 就是说 呃 因为 在舞台上 我还是希望说 他能够更多元化一点 嗯 是 这首歌我听到的时候 会觉得 嗯 有有有闻到那个 青春的鹤 啊 啊 有有有那种感觉 鹤野身上有想要改变 这个世界的冲动 你是能感受到 就年轻的那种 冲撞的感觉 啊 我觉得非常适合这首歌 啊 我就会在想 好呀 我陪你玩 风一把 我陪你玩 太累了 圣哥 诶 咱俩最后一遍副歌 就醉造那一段 嗯 中间你能换过来的气吗 有点 有是不是 我会感觉有俩字有点 导致不过来 会 我也是 就是 你看那个 最后 呃 最后一遍副歌 我们要不要 对 就最后合唱那个 那个真有点整不过来了 这首歌超级烦 这歌副歌要唱四遍 自己都唱不下去了 哦 那个词可能最后一句 我还要改 好 我也 那这个地方啊 你你不要唱完 对不对 对 那你正能让你对 对这人超具备 空出来一个字前面 那那行 嗯 真哥说 他来弄一段 他写的这段就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 他给这首歌就是增色了很多 那段词其实更多是带入了自己一个经历 年轻气盛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要去改变这个世界 可是在遭遇到一件一件的小事都解决不了的时候会发现你只能改变自己 就是无能为力 但是他必须要把这个情绪得发泄出来 就要像一个人对着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声地喊 队长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特别好 绝了那个劲儿也特别好 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样一首歌其实我也希望他能够提醒自己 不再是一个做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的人 然后我又是一个站在这个舞台上喜欢释放的一个人 我觉得我现在还有这个活力就一定要不给自己留遗憾 我走过鱼门的山林 结了病的消息 好多余的海底却没有能带你去 手靠的山顶的弹音慢慢升起 牵着手的我和你会是多么甜蜜 可我没有机会再去把你保住 只能许分愿望你会来找我 掌控那通明媚 和我最烂一堆 怎么可能你见得会来找我 这份爱我想早就烂熄水 想用潮水让我推 然后冲到蓝一堆 就这人超级杯 没人关心你是谁 一个人抽筒的味 不如灰盏盒子来水 我走过鱼门的项链 接了病的消息 不到多余的海底却没能带你去 听说好的山顶 看太阳慢慢升起 牵着手的我和你会是多么甜蜜 可我没有机会再去把你保住 只能许分愿望你会来找我 阳光好多明媚 而我在拉你堆 怎么可能你真的会来找我 为什么爱我想早就烂熄水 汹涌潮水让我追 然后冲到蓝一堆 对着人超级杯 没人关心你是谁 一个人从头到尾 不如回家和自卖水 被操控的身体 也曾想过放弃 风吹过的痕迹 像时间被抹平 我跌进漩涡里 流言碎片四起 被划伤的眼睛 更透彻 更清晰 这份爱我想早就烂熄 汹涌潮水让我追 然后冲到蓝一堆 对着人超级杯 没人关心你是谁 一个人从头到尾 不如回家和自卖水 这份爱我想早就烂熄 汹涌潮水让我追 然后冲到蓝一堆 对着人超级杯 没人关心你是谁 一个人从头到尾 不如回家和自卖水 哭了 在此预备我的醉了 哭了 人手有我们的手 好 好 欢呼声送给陈楚生王赫燕 我想问一下 主持人和贺野 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首歌呢 其实这首歌是贺野推荐的 我也觉得这首歌 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淋漓尽致的 这种发泄的感觉 就是不管那么多 对 我现在就想 把这个情绪全部丢出去 所以我就听到的时候 好 那就它了 不要犹豫了 我和声歌合作的话 其实大部分人会觉得 我们会唱一首情歌 会没有任何问题 那我觉得声歌 我期待了它这么久 就我一定要弄一点不一样的 然后也让大家意想不到的 但我觉得这首歌 很适合我和声歌的伞音 所以就选择了这一首 对 我一听到这个气氛 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 我坐不住 我本来想了 今天作为队长 我要走的是稳重路线 不行 稳重不了 就是他俩一出来 特别潇洒那个劲儿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是装不出来的 有时候就是男生 故意潇洒的话 其实我们女生 都能看出来会很尬 真的 《处生歌》 我发现它很奇妙的是 有一些歌手 比如说像我 我说话跟我唱歌 是两个声 《处生歌》是说话和唱歌 它是一个声 你感觉它也没使劲儿 它也没有特地地去修饰 但那个味道很足很足 那个潇洒劲儿 走着走着就出来了 就我特别喜欢 谢谢队长 谢谢 我是觉得这个编曲 当初是 这次编曲主要是贺野 来去负责 对 我觉得第一个编曲 是很加分的 不会觉得你们在唱的时候 过度地在使劲儿 火候拿捏得刚刚好 而你们当时的声音 虽然你可以听得出来 你们每个的特色 但是放在一起又觉得是很互相加分的 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第一首歌 真的是让全场大家就嗨起来了 谢谢 谢谢这位 谢谢 那我就提点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个歌呢 贺野既然是你制作的 咱们就聊聊你这个制作 我觉得制作的不是很好 这个歌在表达的一种感觉 是一种穷不怕的感觉 我穷 我就这样了 我摆烂 我什么都不要了 摇滚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感觉 是非常有爆发力的 但是 二位的这个演唱 没有烂泥堆的这种摆烂啊 完全洒脱这个劲儿 你们所有的东西变得太精致了 有没有想过 这个东西它穷就穷在 它中间没有solo 所有东西都极简单 就你听的这个音乐里面 非常吸引人的是 它那股穷劲儿 所以我觉得这个改编思路上 对于这个舞台来讲 我知道可能有舞台的考量 但是从作品本身来讲 我认为是这种改编的思路 是立不住的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编的也很华丽 然后也各种合成器 各种吉他 我觉得首先 声歌能够信得住我 让我来弄这个 我觉得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得精致 二是我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歌 能够从这首歌里的冲劲儿 一层一层叠下来的劲儿 能够突破自己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让自己冲出烂泥嘴 然后不喝自来水 这首作品本身 我觉得呈现出来的效果 跟原版比的话 确实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原版其实是一个素人的作品 它表现出来的那种 无拘无束的野生的毛刺感 是我觉得这首作品 最最精彩的地方 怎么可能你真的会来找我 这份爱我想造作来洗碎 汹涌超纯让我退 然后冲到来敏对 其实我觉得一首歌曲 哪怕它来来回回就那几段歌词 它重复三遍四遍五遍都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不是合适 其实我们子一听的话会发现 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 应该是出生你自己姓家的部分 对不对 是 被踏空的身体 也曾经想过放弃 风吹过的痕迹 像时间被摸平 挖跌进漩涡里 流言碎片四起 被划伤的眼睛 更透彻更清晰 所以今天我会觉得 中间加的这两段歌词 放在整首歌里面的话 我觉得 其实很难说是画龙点睛 还是画蛇天足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对一个作品的理解 因为刘水继老师刚才也讲了 这首歌它是很素人很原声的 但我和贺也不可能跟他有那种原声的感觉 我们俩再怎么改变不可能有 因为我们俩唱出来一定是我们俩的经历和感受 不可能去复刻它 我们也做不了 我们只能把那样的歌词 带入到我们俩的生活里面来 前面ABCABC已经两遍了 那如果再反复的话 我会觉得会稍微乏味一点点 所以就自己加了一点调味料进去 我想说稍微破一下它 我看完了歌词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有历练的人会写出来的歌 我们叠进漩涡里流言碎片四起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感觉让别人 好像觉得我们很玻璃心 但其实没有 因为只是自己在家里哭一哭 然后出来就是没事 我很好 那其实我觉得在听这个歌的时候 你就可以顺便自己拿出你的那个白开水 然后自己喝了 然后把你的垃圾倒掉 对 听这个歌就可以有这个感觉 谢谢 我 David哥 没有 我刚刚其实想要补充一点就是 刚刚有讲到 赫野其实他很年轻 让我想起我刚刚开始在制作跟编曲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有编曲跟制作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非常好 你做的决定在这个编曲上是对的 我觉得这个编曲它有层次 对 那你说有一些电子的东西 Well YouTube在20年前 他们在做他们的转型的时候 他们也加了很多的电子的元素 所以我觉得很好 来到了我们队长杨坤 坤哥 你们要出的第一组音乐合伙人搭档是 直接自己来 有请杨坤 杨宗伟 说实话我觉得天赐 他主打的是每一个歌手的声音唱得好坏 但是多多少少在编曲上有点单一 对 我们这个感官先生其实编完了以后 我觉得在大家的听觉上 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弥补一些 大家对这个编曲的遗憾 真的 我其实我必须要讲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真的是坤哥他首先丢来感官先生 杨坤老师他觉得我应该要跳出一个比较舒适的区域这样子 我第一时间当然对这首歌我是有些胆怯的 因为确实没有挑战过 前辈真的是有前辈很令人感佩的地方 坤哥他对于每个细节真的是细致到 就是这个声音的远近 空间感的呈现 这首歌在歌词的连接上是比较困难的 词外是不太少 因为我对于咬字还有语气上面会有一些我自己的要求 这首歌的语句是比较紧密的 再加上坤哥又把这个速度调快了 可能是跳脱出一个舒适范围的一个语感 然后我会尽量符合这首歌的比较有律动的感觉 我觉得杨总伟其实他是属于有天赋的 一上台他们那个感觉就有 但是我不行 我属于这种笨鸟先飞 就是在自己很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 打磨每一个细节 上台才能发挥的更好 其实就是松弛 最难的就是松弛 我们两个人到最后你看游刃有余 给大家一种很自由的状态 我觉得这歌就成了 真正天然矿泉 源自地下百余米岩石烈西 本节目由百岁山特别赞助 欢迎登陆视频合作平台 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 Bilibili Z世界 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登陆音乐合作平台 QQ音乐 酷狗音乐 不我音乐 网易云音乐 收听节目精彩音频 享受听觉盛宴 主持人陈欢正在Z世界直播 陪看本期节目 参与互动 迎录制名额 上Z世界部落 玩步路抽卡机 极卡迎奔跑吧 官方实体卡 那就忘了吧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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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尴尬 那就放下吧放下吧 放不放了下吧 继续走马观光 总有上不上下不下 几盆转不转家不家 度个富庸风亚 那就再见吧再见吧 再也不见吧不见了天 那天 温暖人家 尘化 安慰都是废话 算了吧 雨再大也不过 当时头发 无爱无常打烊 幸好她 没想法 没牵挂 如果天都给了夜都省了醒的门没错 每盏灯火都有睡不着的都是可以说 反正一个人能走火飘的人也不嫌多 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那没梦做 爱的越多越没怕我越是有话不直说 像我这种性格看下两口管它够不够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从又上不上下不下气氛 准不准夹不夹 足够服用风雅 那就再整吧再整吧再也不见吧 不欠的承诺人间争罚 安慰都是废话 算了吧 雨再打也不顾 打湿头发 无碍无伤打呀 心好大 没想法 没牵挂 如果天都黑了 也都剩了新的门没锁 每盏灯火 都有睡不着的 故事可以说 反正一个人都走过 两个人也不嫌多 Woo I don't know 怎么天都黑了 睡不着的人还没梦作 爱的越冬越没 把我杀过当的骗子说 像我这种性格 看下两个帮他够不够 Woo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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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所以我们送给二位 给我们带来这么开心的一场秀 杨宗伟其实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一个神的存在 我都说了无数次了 他是苦情天花板 其实不是他的努力 是他的天赋 这也更加气死人 但是呢 他在这几期天赐的声音里面 总是在重复他自己苦情那块 我觉得宗伟我是觉得你听听我的意见 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开开心心在舞台上耍一耍 当然这也是要感谢坤哥的帮忙 因为刘凤瑶做这首感官新生的时候 我真的是已经蛮喜欢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跨出我那一步 就觉得说我适合这首歌吗 但是坤哥就说 宗伟你相信我 我做一个编曲给你听这样子 结果一来我就觉得说 哇就是 打中了 就非常打中 他很就是很巴凌 然后很有City Pop那种感觉 因为我向来也非常喜欢这种音乐 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就是 跟坤哥说 我愿意 我等坤哥演唱会找我去当嘉宾 再唱这一首歌 对 我以前听过这首歌 这首歌是应该是刘凤瑶写的 然后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也给我写过歌 所以我很开心两位老师能够选择这首歌 我说实在的 我想象不出来 谁能够再去演一首歌 因为刘凤瑶本身就唱得非常好 但我今天真的就是 两位老师的演唱让我觉得 他好像又有了新的生命 甚至我可以在两位老师身上 看到一丝丝风情 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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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那个味道 我好喜欢 然后就真的很好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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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反正看了就很爽 刚刚几乎都没有做下来过 就可以感觉到你们两个真的是 非常松弛跟享受 中文有一些尾音的处理 或者是他有时候放掉一句歌词 最后一句的时候 我觉得那些东西非常的有特色 然后是带有中文自己的颜色 但是又可以融在这个歌里面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 棒 谢谢东梁 谢谢 这个歌 这个歌我觉得 坤哥的这个声音是 真的是这个辨识度太高了 很容易 而且你的声音 确实是有 有比较多的一些高频 你很容易就 cut through 就切入了这个编曲 而这个编曲其实也很大 很胖 可是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直有点听不太到中文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可能 你还是没有完全放出来 对 因为你的声音很厚 是 我相信它也是有很多的穿透力 因为你在唱情歌的时候 你的那个穿透力就自然 你知道怎么样去运用那个 可是在这样一个有节奏的歌 有点city pop 它有一点disco的感觉 你就不知道让你的声音 要放在哪个部位 所以我觉得当你如果 坤哥邀请你去参加 他的嘉宾的话 要唱这首歌 我也要在 而且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要这样 像一把刀这样子 可以穿透 有穿透力 要盖过坤哥的声音 虽然很难 可是你可以的 好 谢谢db哥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各位建英常老师的建议 有请 今天两位唱的松弛 我们听得也非常松弛 然后今天有个细节 坤哥在最后的时候 又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大家都没提 但是我不敢模仿 如果麦摔坏会让我赔的 丢麦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种耻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一个歌手在台上 特别放松的时候 他会有点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的时候 同时在他掌控之内 他能够做出一些 所谓的小噱头的自己 就是那种耍范儿的那种 我刚才就是有点得意忘形了 完了我才耍了一下 对 但是我最近 我把那个动作戒掉了 他们都觉得太油 对 刚才又出来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会啊 会油吗 不油 帅不帅 谢谢 来 好不好看 好看 还好这个话筒是坤哥自己带的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宗伟 送给荣坤 谢谢 接下来邀请陈楚生 王赫也来到舞台 来我们先把掌声送给四位 非常优秀的音乐合伙人 两首作品都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 只有一首歌可以成为我们现阶段的 待定金曲 有请我们建云团老师现场合一 给出结果 好 请代表给我们来公布 金声音鉴赏团一致合一 本轮的待定金曲为 杨坤 杨宗伟 感官先生 恭喜杨坤 恭喜杨宗伟 也要谢谢陈楚生 王赫也 所以接下来 要交给极客俊毅队长 下一组你们要派出的音乐合伙人士 两位巨星 MOMOCO和小姐 然后我们掌声有请极客俊毅 杨宗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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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MOMOCO MOMOCO也是在我们天赐的舞台上 留下了很多作品 所以你认为什么样的作品 是一个好的作品 每一首歌我都付出了心血 付出了精力 我觉得每一首歌都是我闪耀的勋章 我觉得跟极客一起合作 一定要选一点猛烈一点的 他整个感觉都给我一种很外放 所以我这一次我就很确定的 这首歌是比较帅 比较酷一点的 这首《试炼无罪》非常适合 不少我的碎 失联无罪 爱不够 爱你的人在手中 这首歌它是讲述了一个自我消化的过程 就是什么事情你到头来还得自己担的 过没过去 不重要 你明天 你还得站起来做人 是试炼这个问题 我是很难试炼的 因为我很少给自己一个受伤的机会 我比较保护自己的状态 就不会轻易表达爱 我觉得我算是那种 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 所以工作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 我一点点的痕迹了 其实你已经伤痕累累 对 但你都不会就非常职业精神 对于正在经历这些女生 姐姐给大家一个 她们态度 她们让你失恋 是她们没眼光 一定要相信下一个更好 对 随时连分飞 谁抱着一转车来有人陪 我对于运行走 我的和声部分还没有很准确 好的 What do I say What do I say What do I say 每一次在表演之前 每一次都很紧张 这首歌里面又包含了很多主音和音 很多很多的不确定 唱主旋律的时候 我们可能下一句就立刻变成和声 就要很熟悉这首歌 要练习多一点点时间 美好即将开启 出发 早 ethnan 导演统 词曲辉 首歌 和声音乐 气响 已阿L Down 凯瞎 ノ 你一句话就以我撤退 没想到你说 最近选择一个人睡 我忍住眼泪 我尊重眼泪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谁保证依旧醒来有人陪 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 还不算太黑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爱不够 爱每个人才受罪 用我去悲伤换来自由 难道不成贵 一个人崩溃 实在犯罪 你说我等你紧紧跟随 你觉得疲惫 你一句话就以我撤退 没想到你说 最近选择一个人睡 我忍住眼泪 我尊重眼泪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谁把真意 装醒来有人陪 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 爱不算太黑 爱不算太黑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爱不够 爱你的人才受罪 用我去悲伤换来自由 难道不成贵 一个人崩溃 一个人崩溃 不是在犯罪 一个人崩溃 并不是在犯罪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谁把真意 招醒来有人陪 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 爱不算太黑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爱不够 爱你的人才受罪 用我去悲伤换来自由 难道不成贵 一个人崩溃 一个人崩溃 不是在犯罪 一个人崩溃 不是在犯罪 我跟他们一样崩溃 我跟他一样崩溃 没有人崩溃 没有人崩溃 不需要大吵大闹的 觉得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好啊 不停地卖醉 很伤心的那种 有更多爱你的人值得你爱 是一个好的机会 让我从新开始认识更好的人 每个女生都会遇到一些 七七八八的烂人烂事 不难受吧 不可能 但是你自己要知道 这一天会过去的 这很重要 这首歌不好唱 很不简单的一首歌 你们的声音跟你们的风格都不一样 杰克一上来 那个声音就有点嘶哑 那个是很酷 中卫哥 一开始我觉得 杰克会把Joey 盖过 结果我发现 Joey一使劲的时候 那个声音冲上来 也是厚厚的 很饱满 很扎实 你们两个又可以诠释这首歌 又不会谁盖过谁 你在你们合的时候 我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 很舒服 而且又可以享受 听完了之后 没有太多的悲伤 谢谢 谢谢 其实《失恋无罪》这首歌 已经是一个非常力量性的歌曲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们两个合成的力量 比这首歌原先的力量还要大 在我心目中 两位都是全方位 所以希望下次能有机会 可以跟二位合作 好啊 一起风啊 可以还一起风 我已经不再研究 说主人唱这歌的感觉 是什么样的技巧啊 极客是什么样的感觉 唱着唱着 我觉得那些东西 我全忽略了 就给你的感觉 就像两个遭受 同样经历的不同的女性 正经历了很艰难的 这么一个时刻 两个人互相提携的 这种走出困境 完了对以往的所有的事情说no 就我感受到了这个感觉 因为唱得好 你才能感受到这个氛围嘛 我觉得很不得了 谢谢杨坤老师 谢谢 我觉得两位的演绎 就像是一位是来自 中国香港的白领 一位是来自大梁山里的 非常有野性的村花 我不接受 你重新说 我是大梁山的公主 大梁山的公主 伤害性极大 一位是来自 遗族大梁山的 非常有野性自然生命力的女性 来自不同的地域 两个人今天的演绎 就把属于自己的唱情歌的风格 展现得淋漓尽势 也让我们感受到 其实在面对爱情 不管我们来自于哪个地方 可以通过彼此的慰藉 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共振 即刻今天穿着一身的原谅色 也让我们知道 你在情感当中的态度是 不会有任何的脱泥带水的 绝不原谅 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哪里不公主 大梁山的公主就长这样 特别想听一听 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白领 和大梁山的公主 她们无伴奏原声的 感觉是什么样的 对 来 公主 请听歌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谁保证 一家醒来有人陪 我对于任性 早有预备 还不算太黑 独生万岁 失恋无罪 爱不够 爱你的人才受罪 用我去以悲伤 换来自由 难道不成贵 一个人崩溃 佐尔在这个舞台上 唱过这么多国语歌了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次 从你的彩排开始 我是一遍遍听过来的 听你完全进入这个情绪里面 我觉得这个歌 安排最巧妙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 在舞台上跟大梁山公主配对 是非常难的 因为她自带五地毕 生压 你的做法是很巧妙的 你用特别细腻的方式 直接在这个歌里面 重新建立了一个角色 大家都会感觉到 这是两个女性 在谈失恋无罪 而不是一个角度 这个合作的方式是非常好 今天我看到 佐尔是遇到了渣男的女孩子 然后她和她的闺蜜倾诉 然后极客就是那个 上门踹她 没错 就是那个角色 让我觉得非常地洒脱 觉得整个歌是如此地合逻辑 非常地过瘾 有劲 特别好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金根基 送给朱尔 但这一刻我们要邀请杨坤 杨宗伟来到舞台 现场我们就邀请建英团进行合议 给出我们本阶段的带定金曲 今建英团一致合议 本轮的带定金曲为 孔佐尔 极客俊逸 失恋无尊 恭喜公主们 恭喜佐尔 恭喜极客俊逸 也要谢谢我们的坤哥和宗伟 接下来要邀请坤哥 我们接下来是 来 公布一下 就是我们的 徐怀玉 姚小桃 掌声有请徐怀玉 姚小桃 之前有看过我们节目吗 有 所以你对天字的声音 这个节目的印象是怎样 要有良好的心态 这样才可以接受到 非常良好的一个评价 我们的建英团队 有的时候 如果他们要评价不好 我觉得你也可以说回去 你们到底懂不懂歌 不能 不能啊 不能这样讲 他一听的懂了 太玩笑了 这次来会对这个节目 有什么期待吗 我期待我自己可以唱得很好 因为我很怕我 就是拖累了我的队友 这次选的队友是 比较小桃对不对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 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 你不要想为胸牵着我 我才不要跟你说朋友 恶 恶作剧之吻 你应该也肯定有看过是吗 我有 恶作剧之吻里面 我有有一首 我很喜欢你的歌 我知道 我知道那首歌 什么歌 恶作剧 这个歌其实非常符合两个人气质 还是很期待这个舞台的 徐怀宇当年出道季巅峰 当时不夸张地说啊 就是他一个人养活了整个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 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就是休息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对他而言 这个舞台不容易 很多歌迷一直在问说为什么我不见了 中间也是因为拍了戏之后然后受伤 那其实受伤才是我最低潮的时候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我其实是在养自己的身体 我就去做复健 练了肌肉之后 我才有办法跳舞 鼻子也是不太好 就是需要拍到之类的 才有办法唱歌 休息完了之后再上路 然后去练习的歌唱 再重新把它练回来 舞蹈重新练回来 再重新让大家看到许怀宇 20年前您的歌可能是大街小巷 大家都在听 对对对 但是到现在的话 开演唱会 可能别人就会讨论说 为什么座位没坐满 这样子的 座位会不会坐满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因为刚好那天 我遇到阿哲哥 我们两个撞起啊 那我必定输的 所以我是没有 我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重点是能够开演唱会 已经是很棒的事情了 我觉得人做不做满其实不重要 重要是 就算哪怕一个人 我觉得我都会把它唱完 如果没有人支持我 我就不会想要再出现在 大众事业上面 那是大家给我的鼓励跟勇气 让我出来 所以我才会想来填词 我想让人家知道 我是个专业的歌手 合声太难了 然后跟我一般在唱的 合声不一样 他必须要很专业 主key转到和声 和声再转回主key 这些会有点卡 然后我说不行不行 我们要度过那个卡 可能需要就是 多加练习 结束之后 我跟老师对唱 又跟小棠对唱 然后每个工作人 都能聊唱一遍 唱完了之后 我在自己一直不停的听 想快把这个练习到很熟 可以可以 加油Yuki 我觉得两个人在台上的氛围非常非常好 就是刚才有一个小的瑕疵 就是稍微快了一点点 把那个节奏记住就OK了 旺票 对 You are the best I love you Thank you 中伟一直给我加油跟鼓励 严小棠他们这样子一起帮我 那所以你在唱这歌的时候 会特别有感觉 有人支持你就会有动力 虽然我的look 大家看起来很不顺遂 但是我觉得 等你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会觉得你的人生很精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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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不到更高的原因 却走到这一切的亲密 这感觉太轻易 我怕就不能说明 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 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 风温柔的清晰 也许飘来好消息 一切新鲜 有点冒险 请告诉我怎么走到终点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像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自己只是个作曲 为什么我也慢慢喜欢你 为什么我也慢慢喜欢你 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 我任性走入你给的作曲 你给的作曲 我找不到很好的原因 去阻挡着一切的亲密 这感觉太轻易 我抱歉不能说明 我相信这爱情的定义 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 我温柔的清晰 也许飘来好消息 我才发现你很耀眼 请让我再瞧瞧你的双眼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想我和陌生人的爱恋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几月只是个结局 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 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 我任性同如你给的作曲 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 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 我怀疑这几月只是个结局 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 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 我任性同如你给的作曲 你给的作曲 我 Got you 我跟你聊到你 非常欢迎许晗玉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第五季 我們兩個在唱這首歌的感覺就是 我身上穿越時空來的人 然後可能回到了20歲大學畢業的時候 你要進入社會的那個尷尬期 要怎麼樣往前走 我們可以從同學到朋友到閨蜜 然後一起度過那個尷尬期 就是我們沒有在想年齡這回事 雖然我已經要奔舞了 但不重要 所以我說我穿越時空 對 你們現在看到的我跟小唐一樣 她20歲 我也20歲 回到20歲 如何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Yuki 你為什麼就是一點都沒有變 你那種初心還保持得這麼好 你很難得 不同年齡的女歌手站在台上 完全沒有違和感 漁木春風地享受著他們倆演一首歌 很喜歡那種很純真的甜美 看他們兩個人在台上排練 其實Yuki每一次排練都總會有一點點小小的瑕疵 結果今天這場的演出 完美 是所有的他們表演的裡面最好的一次 其實在這個舞台上 勁爆地炸我們的 衝擊我們的都聽了 然後剛剛這一首就是讓我們很溫暖 我剛才看到的感覺就是一個黑屋子 他們倆的歌聲一出來 包括整個的演出結束了之後 就像推開門的一束光進來一樣 講實話這樣的音樂不是說完全能照亮這個房間 但是他讓我覺得這束光有希望 讓我很舒服就好了 謝謝 今天姚小棠真的是有實實在在的進步 你在這個歌曲當中能夠感覺到你那種真正放鬆下來的感覺 所以你的聲音也變得非常的自然清新甜美 跟Yuki的音色特別棒的融合在了一起 看到了你真正的可能性 可以駕馭得了大哥 也可以駕馭得了這樣的小行星的作品 是一個很全能的歌手姚小棠 希望我們再次把搶聲送給徐懷鈺 姚小棠 我會再努力的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有請極克俊逸容紫文來到舞臺 接下來有請我們建英團的六位老師 進行現場合一 給出本階段的待定金曲 金詩音艦長團一致合一 本輪的待定金曲是 歡迎登陸視頻合作平台 在愛奇藝 優酷 騰訊視頻 Bilibili Z世界 觀看更多精彩內容 登陸音樂合作平台 QQ音樂 酷狗音樂 顧我音樂 網易雲音樂 收聽節目精彩音頻 享受聽覺盛宴 那今天我們也是收集了一些 粉絲對你的祝福 幸而聽過你的歌喉 你的思逆 高亢 親切 你的真我 坦衰 從不認輸 小小的心冤 希望姐姐越來越好 我們也很祝福 祖兒在未來的路上可以很幸福 會的 金詩音艦長團一致合一 本輪的待定金曲是 榮祖兒極克俊逸帶來的 失戀無罪 謝謝 謝謝 讓我們繼續恭喜榮祖兒 恭喜這個俊逸 謝謝姚小棠 更要感謝我們的Yuki 好 接下來即將登場的有請 坤哥 作為隊長給我們來宣佈 接下來 也就是我們隊裡的最後的一組 你公佈一下 張棟良與銀河快遞 有請張棟良銀河快遞 對 銀河快遞絕對是這兩年華為樂團 出現的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一支 新生代的樂團 他們的風格非常的清晰明快 同時又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 我覺得張棟良和銀河快遞 在我心目當中 絕對算是天作之合 你們好 我是棟良 哈囉哈囉 開心這次可以合作 對對對 我第一次上天賜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第一次 然後稍微聽了一些你們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聽 你們誰負責創作比較多呢 小管和 君君 管管主要負責寫歌 我主要負責製作 對 所以這次我們要唱什麼歌呢 有想法嗎 我們要不 我們上個月發布的叫做 足夠 對 新歌 足夠啊 但是這首就很直接抽中 我是它的歌詞 我們的宇宙已經非常足夠了 我們的宇宙已經非常足夠了 就不要再闖進來 因為我會害怕受傷 其實這首歌 在寫的時候 就是為了送給 內心豐富 且敏感的這群人 豐富我不敢說 但是真的挺敏感 我覺得這歌有點太適合 對東梁老師的 我第一次見到東梁老師 我不知道他這麼溫柔 我 一般 一般 所以我們就 把這首歌 把溫暖發揮到極致 就覺得還沒有 還沒有唱進去那個歌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歌 它不是炫技的歌嘛 所以就一定要把那個歌的情緒 跟想要做到的一種狀態 不然就 就是 對不然就沒意思 我覺得應該要先感動自己了 了解了自己這個歌 我看到了什麼畫面 我才可以有辦法 把這個畫面告訴你們 對我覺得還沒有那種 找到那種說說感 但是 可能這個編曲吧 因為之前我在聽的時候 是你們的版本 我覺得這種形式一出來的 其實你們都不用改變太多 首先這個歌呢 它是一個小歌 但是在天賜舞台上 首先要有張力 就是這首歌現在變得比較大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這個 不太符合這首歌的氣質 然後我們就要求說 這個還是要貼近我們緣曲 對就是可能更多還是要保持一種 RMB或者流行RMB的一個底 之後呢我們就更多調整了樂器 還有人生的安排 比方說加入女生的聲音 第一遍8然後第二遍16 最後這版編曲呢 我覺得就是既保留了 它這首歌應該有的氛圍和審美 然後又具備舞台張力 當月光被霧起閃住了雙眼 在海面飛天前看星星走遠 在太陽升起前我該往那邊 使得也何時才堆現 孤獨也是一種巨大的勇氣 所有的情緒都埋在了心底 願後曾經對自己說不在意 又會遇到原點 我的宇宙已經足夠 請你不要隨便就闖進來 我不要再對誰產生依賴 我不想再愛 這是一種自愛 你很溫柔我能感受 可是我已經確定不悔改 說你許我誰傻瓜也不怪 用誰釋懷該釋懷 這是第幾次對別人說抱歉 數不清的原因讓我想翻篇 有些誤解不如就讓它誤解 最開始誰也不愧欠 有一種魔力讓我無法拒絕 安靜靜的開雨落在地面 把我的思緒帶回到了從前 我愛的從前 我的宇宙已經足夠 請你不要隨便就闖進來 我不要再對誰產生依賴 我不想再愛 這是一種自愛 你很溫柔我能感受 可是我已經確定不會改 說一句我誰傻瓜也不怪 有些釋懷該釋懷 我以為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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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我原來 可我原來 變得奇怪 別放棄交戰 別放棄交戰 其實喜歡 我以為釋懷該釋懷 我以為釋懷 我以為釋懷 你不斷 我以為釋懷 言不會釋懷 說一句我誰傻瓜也不怪 有些釋懷 該釋懷 欢迎东凉哥来到天赐的声音 非常开心 哈喽大家好 今天也是跟我们的银河快递乐队一起合作了这样一首歌叫做足够 欢迎一下银河快递 来分别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大家好 我是主唱兼吉他手慧慧 大家好 我是银河快递的主唱管剑嘉诚 大家好 我是银河快递的键盘陈亮君 大家可以叫我君君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银河快递的贝斯海小 大家可以叫我小小 大家好 我是银河快递的鼓手陆通 大家可以叫我通通 欢迎 这首歌叫做足够 应该是你们乐队的原创的歌曲吧 应该就是管管的作品 是吧 这首歌 首先我是个哀人 我觉得我们这类人 就如我歌词里说的一样 我的宇宙已经足够 不要随便的就闯进来 但是又很矛盾 对于有好感的人呢 无论是友情或是爱情 下意识地会拒绝 但是其实内心又很希望 不要他放弃纠缠 我觉得这类歌就是送给 内心丰富且又敏感的人 希望他们都能保护好自己的小宇宙 银河快递这个乐队的名字是从何而来 银河快递的意思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穿梭在宇宙中的一颗 孤独的小行星 我们希望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歌曲像快递一样送到每一个收件人的手中 今天和张栋梁老师合作 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是作为我们的特别派送员 哎呀 有谢有谢 我们是2022年6月份成立的 现在线上有30多首作品 我们也会每个月会在就差不多固定的时期 给我们的每位收件人固定的歌曲 这是我们乐队的一个仪式感 可以给我们轻唱一下你们乐队的歌吗 那就来一首《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 好 在想你的夜我告诉自己 这就是任性 你骄傲的姿态离我远去 我才疯狂地爱你 在想你的夜我痛恨自己 是这样的爱你 你冷漠的样子让我恐惧 却无法则把上映 谢谢 谢谢大家 在这个时代你们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你们的音乐一做完了之后 就可以马上发表 但是我觉得 因为这样子 你们竞争也更多 所以因为这样子 你们的坚持应该也要更多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 不是你的产量多少 是你的产值 那个值非常非常重要 在这里也是要给你们打气加油 继续地努力 写出好的作品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谢谢 谢谢David哥的鼓励 其实让我想到我出道以前 我会要求自己 我说我这个星期必须要录一首歌 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积累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创作出更多好听的美好的音乐 带给我们 谢谢 谢谢老师 刚才听你们讲 银河快递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 真的我觉得好浪漫 如果有朝一日 我也可以成为你们的特派员的话 是我们的荣幸 来 我说有朝一日 对 还有我要再说一句就是 栋梁也是我的青春 我跟你讲一下我是说真的 我以前参加过 那个 有一个叫做张栋梁歌唱大赛 真的 然后我就被淘汰了 今天这首作品叫做足够 其实之前听的时候我会觉得 已经表达得非常完整了 但是今天还是给我带来了一种 不一样的新鲜的感觉 少年是如此的美好 他们可能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宇宙都怀抱着最大的善意 但是在成长的现实过程当中 一定不可避免的要受伤 终究会变成大人 但是我转念一想 如果有一天你们变成了大人 这个大人是像如张栋梁一样的 美好的温柔的男生的话 那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 能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善意 今天这样的一首作品 让我们听到了少年的成长 并且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管我们内心有着怎样的忐忑 有着怎样的期待 最终在美好的歌声当中 我们都会变得痊愈起来 也强大起来 所以很谢谢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棒的作品的现场的版本 冬阳哥 知道你去年也出了新的专辑 叫做《百叶科拉克》 但是与此对应的是 常常大家在跟张冬阳聊天的时候 也还会在聊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 冬阳哥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的 你在坚持的过程当中 也会感到一些不一样的状态吗 我觉得 其实要一直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就像我看到Yuki在台上 David哥 坤哥或所有人都一直在 然后我们都尽量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 我觉得做音乐我的坚持就是必须要快乐 不管是每一次舞台的呈现 或是回到我自己的专辑 那它会不会被听见 其实我真的觉得歌都有歌的命 作品都有作品的命 但我不能去强迫市场一定要接受什么 但是我可以做到的就是要坚持 自己做音乐的这条路上我是快乐 那我觉得才可以走得长久 那这些歌才有机会 很多答案都在歌里面 就像就有歌叫足够一样 对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银河快递 送给张栋梁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齐克俊逸 荣祖儿来到舞台 好 现场邀请我们的剑音团各位成员 尽心合意给出本阶段的待定金曲 我宣布本轮待定金曲为 荣祖儿 极克俊逸带来的 《失恋无罪》 好 哇 Z世界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Z世界也是推出了全新的重粉活动 《天赐的礼物》 来看看我手里的这些票根 它呢是根据我们天赐的声音 每一个精彩的舞台而独家定制的 这个是白玫瑰 我跟亮影 非常难忘 这个是你跟那个极客是一起的 对 杨光老师踹我那次 我这个是跟宗伟哥的 就是他步步逼近你那一次 对对对 我们手牵手的那一次 大家可以上Z世界搜索我们天赐的礼物 然后参与我们的活动 我们会将在Z世界抽取幸运的观众 来获取我们天赐的声音 第五季专属的票根 希望Z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在这个平台上经常听到好的歌曲 惊艳的歌曲 你们想听到的歌曲 本期的推荐金曲呢 已经锁定在我们的东阳光队了 接下来就是队内的敬演 来队长 请给我们来介绍下一组 跟你们来进行敬演的音乐合伙 有请我们的重磅压轴嘉宾 来吧 让我们欢迎桃哲和夏宇春 其实21年 三年前我来录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你本人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非常的震撼 你跟冰冰的表演都非常的好 你们很有默契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羡慕 又有点嫉妒 我就想说 我们会不会有这个机会合作 结果我们就真的有机会合作 是我的荣幸 快想想 真的真的 其实我聊选歌的这个部分 我是蛮依赖你的 对 因为你比较知道现在到底在流行什么 发了一些歌给桃哲老师 对 你发了许多的歌 最后你就丢了迷宫 对 这首歌 我觉得从他圆曲的曲风上 桃哲老师就是很轻易的 可以拿捏的一首歌 不要这样说 这个歌其实我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 不管是他的主歌副歌 其实你们发现 他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呼吸的地方 他断句还挺难的 对 他其实就是你要吸 给你的那个时间去吸那口气 其实是很短的 对 这一次这首歌呢 对我来讲他也会有 比较有挑战度 因为我比较 比我那么的熟悉那个旋律 所以我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 我希望我可以把它唱好 这喉咙还是有点痛 他这边其实是 尴尬的男生的音区 因为你是一直在那两个音 他们走来走去走来 他们就要换 所以其实你又换 你又没有那么多时间真假音换 对 就变成说你就是要硬着去把它唱出来 我可能要自己再录一录 嗯 对因为这个key 然后研究一下怎么样唱才好 这首歌不好唱 我们在key的部分 我们把它原来的Akey升到Bkey 所以Bkey对男生来讲其实是更难 对我来讲我其实是还蛮吃力的 但是我把这个当作也是一个挑战 陶者老师是一个格局非常大的前辈 一直在尝试新的东西 然后他的状态一直都在更新 陶者老师是我们组的秘密武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打不开又关不上的聊天窗口 但情话说到一半那总不算拥有 谁赤裸谁放纵 隐蝶交锋 别太冲动 没什么结果 不远不尽的距离我们并肩走 若有似乎的触碰谁偷偷脸红 谁主动谁推缩谁个案关火 不知可逢 都怪我没看中 你的眼神太闪躲 心思猜不透 躲不住你心里的迷宫 牵着你的手 想起又退口 说我的心情还是犹发了错 别战略 是爱迷惟或冲动 只要你说 你心里的迷惟或冲动 我的脸红 谁主动谁推缩谁个案关火 不知可逢 都怪我没看中 你的眼神太闪躲 你的眼神太闪躲 心思猜不透 走不住你心里的迷宫 牵着你的手 想起又退口 我的心情还是犹发了错 别战略 别战略了沉默的背后 是爱迷惑或冲动 不敢冲目 你一惊一动 是否有迅索 能不能让我打开招架锁 突然的吻吻 奇怪的冷漠 若即若离让我无法忍受 别拆穿了惯用的借口 是爱迷惑或冲动 只要你说 是爱迷惑或冲动 bei 这个歌是小善 是她建议的 我觉得从第一次见到小善 到现在一直没有变过 她对音乐领悟的能力 是超越她的年纪 她还年轻 可是你已经有那个 Diva的那个 那个Fur 对 真的是 有的 了不得 在挑歌的时候 我们选了很多歌 因为如果这个歌 原本它就不是一个男女对唱 当你在定Key的时候 其实有一方其实 有一方要让步 一方是要迁就 是 这个我要特别谢谢陶哲老师 因为当时定这个Key的时候也是 那个原唱其实对男生来说 就是挺高的 然后陶哲老师考虑到 可能我是女孩就声音比较高 所以它其实比原Key还要再 升一个全音这样 对对对 当时说可能最高到B这样 我当时都非常的震惊 然后但是我知道陶哲老师 真的是在考虑我 所以才顶着这个Key 跟这样一位前辈合作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然后因为陶哲老师 就是 他 就是我知道他最近很忙 然后他 其实我就觉得他一直有在调整 自己的状态 他昨天看到那个歌词的时候 我们还在聊那个分词 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然后他说 这个分词能不能给我一个字 大一点呢 我们这边有老头 是真的 是真的 就是陶哲老师 他可能是在自己调侃 但是其实我真的想说 陶哲老师 其实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男孩 真的 谢谢 麻烦那句话 谢谢 谢谢小善 谢谢 小善 我觉得我能明白你心里那个感受 陶哲老师 您知道吗 您的作品 可能是你千千万万的作品当中的一首 但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段又一段的记忆 好 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谢谢 谢谢 这首歌的难度 不是一般 我觉得我回到家 看多一百次 我可能都 会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 这个是表演的最高警戒来的 谢谢David 我谢谢你独一无二的存在 希望可以继续听到你的演出 然后也希望你真的可以帮我写一首歌 我记得 我记得 我讨厌了太多想唱RMB的人 小善不用说了 就一直很稳定 没有一个女歌手在唱这么炫技的 还不露痕迹的 真情流露 这么自然 因为我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女歌手在唱RMB 让你不想再听RMB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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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两位这么复杂的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我现在心里特别特别感动 这是今天晚上我最愿意看到的一个舞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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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哥 谢谢 因为我们知道David哥和山玉淳演艺过天天 现场可以以清唱的版本给我们来演一下吗 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在 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没有你日子很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分享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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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对你说 我没有多爱你 天天说 可爱的 怎么样呢 好听哦 这就是RMB音乐给我们带来的内心的这种感动 谢谢二位 谢谢 接下来听一下建议团老师的建议有请 这首歌真的非常的难 因为它前面部分有很多连续的七和弦 但是两位真的是如履平地 七和弦把它当作普通的和弦过掉了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歌手 而且我们觉得都是技巧 但里面却都是情感 所以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谢谢 一直以来我们讲到华语的R&B 一定会想到陶哲 那么新一代的唱将里面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单一纯 那么两个人今天在舞台上 有前辈和后辈之间的这种传承 然后还有技术上的这种交流 我觉得这是难得一见的一个场面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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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剑音音团老师 让我们掌声有请极客俊逸 荣祖儿 有请二位 接下来到了我们剑音团 来宣布本期推荐金曲的时刻了 请现场合议给出结果 我宣布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六期 推荐金曲是 由容祖儿极客俊逸带来的 《失恋无罪》 恭喜祖儿 恭喜秦克俊逸 感谢 恭喜 我没有想到 真的没想到 你那个太好了 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 我尊重眼泪 孤独万岁 《失恋无罪》 作为歌手的我 我希望我可以有多样的作品 我是永远都不怕累 然后我永远喜欢尝试 我喜欢挑战 谢谢二位的《态度先生》 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 《态度先生》的话题 分享《你与失恋无罪》 这首歌曲的故事 再次要恭喜二位 当然 下一期节目 二位队长会继续带领 我们的音乐合伙人 共唱好歌 下期再见 节目精彩内容 跟微博网友们 一起畅想金曲 来 我们先比赛 万万没有想到 这把交易也会落在我身上 我可知道身为一个队长 胆子有多重 我想先选 单依纯 我再选一个这个问号 我这个人就喜欢这种 出其不意的意思 单依纯他唱得够好 所以什么样的人 他都能够 驾驭住 hold住 那我就选杨宗伟吧 想跟他合作 非常期待 杨宗伟他每一次的表演 都跟之前的表演不一样 但是每一次都是在 很棒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氛围里 我再选一个姚小棠吧 我选一个储生哥和贺野吧 他俩没有搭过 然后储生哥定海生真嘛 姚小棠跟徐怀玉吧 哇 徐怀玉 我是女生 我是女生 你不当女生 我觉得他们俩挺搭的 是吧 唱一首非常甜美的歌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祖儿节 我们两个已经说好 要祖一次 这个张栋梁啊 张栋梁现在在演戏 听说很帅 之前看过很多张栋梁的一些偶像剧 银河快递的歌曲 跟张栋梁的气质 会有一些非常契合的点 放在一起 会不会产生一些很好的火花 我觉得你们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不要是陶泽老师是一个秘密炸弹 对 我觉得 你的出场一定要一个很特别的安排 我给你铺红毯 直接铺上来 但是先唱其实就 越到后面印象就越少了 对 大家一看完了 下一个月出来 可能立马就在那个歌里了 越往后靠越有金曲的这个可能 会不会楚晨他们还是叫东阳光呀 我估计他们也没什么想法 对他们也没什么 他们是不是就 那我们就叫仙丛草呀 那那咋办 我觉得我们这次人多呀 我们这边的阵仗就很大 就叫大阵仗 所以对面是人 不不不不想起来了 我们是十个人 十个人 我们叫十全十美好 行 挺好的 可以 你什么意思 十全十美不好吗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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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觉得就是 就是 对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还要口号 十全十美 十分完美 哎可以啊 可以 非常直接 可以我觉得 好 一二三 十全十美 十分完美 你平时有什么疯狂的事情 我小时候啊 呃那会我非常想当这个飞行员 啊我觉得开飞机就赚的很多 然后又很帅 嗯 就是我也去报名了 然后也去体检了 嗯 最后是那个没考没考上 啊 那就是遗憾了 嗯 最后就是走上了唱歌这条道路 我做过疯狂的事情啊 我是初中吧 暑假的时候跟同学约好去爬 我们家哎 附近的一座山 嗯 然后呢 在那个山上录影 结果碰到了台风 天呐 真的 对 遇到台风 我们就在那个台风 呃 那情况下在山上度过了一天 第二天凌晨 就看到了那个海上的日出 哎呦 对 那个那个太棒了 有时候就是 就是你可能要疯狂一次 你才会呃 有自己呃 人生中跟与与与众不同的惊喜 是的 是这样子 而且就是可能需要有那种 说走就走的那种 那种 一种勇气这样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 能够跟你 把这首歌 就是 不管那么多吧 疯一下 玩一下 其实坤哥我们第一期就见 见到了 然后就是 我那个时候心里也是一直想着说 祈求老天爷可以赏赐我这个机会 你看又来 要跟大哥合作 但是我要想跟你合作的想法 愿望要批你 批你和我要强烈的很多 因为在你来的两期以后 我就一直跟我们工作人员去打听 我说宗伟是不是接下来还来 如果要是来的话 我特别想跟他在一起 有一个合作 这是我的荣幸 对 我觉得 你在舞台上这么多年 人家说你是苦情天花板 你在这 在网上 对 捅也捅不出那窟窿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们俩在合作 是不是能够给别人一点心意 对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 试一下 感官先生 我第一时间 当然对这首歌 我是有些胆怯的 因为确实没有挑战过 我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适合我吗 这个东西我做得到吗 那我心里当然就会有些迟疑 我们选的歌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波折 要么我不要 要么昆哥不要 但这首歌我就会一直放在旁边 我觉得说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艺术的歌曲 你现在听感官先生的状态 跟我当时听 如果当时的状态是一模一样 我们两个都是需要 有一个人给你一些信心 如果没有那么一个后面的推手 那这歌我们就放弃了 从此那扇门可能就关上了 你再也不想去打开了 对 但是试了一下 觉得演绎得很好 从此以后可能这扇门又开了 就开了 窗户又开了 可以试一下 杨恢老师 他觉得我应该要跳出一个 比较舒适的区域这样子 所以我最后的决定就是说 昆哥那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编曲 提升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让我觉得说 是适合我们两个人的 而且适合现场 然后可以带动观众的 然后结果他一编曲给我 我就确认了 我就觉得说 非常兴奋 十分愿意 我觉得我算是那种 拿得起 放得下的那种人 所以工作的时候 我完全看不出来 我一点点的痕迹了 其实你已经伤痕累累 对 但你都不会 就非常职业精神 对于正在经历这些女生 姐姐给大家一个态度 她们让你失恋 是她们没眼光 所以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去认识更好的人 更值得你爱的人 我是这样想的 一定要相信下一个更好 对 我会觉得现在我们应该拥有一种 自己爱自己的心 先爱自己 如果你碰不到那个适合的人 那可能就会分手 就算是这样的话 你也要把它当成是一种过程 只是这个过程 会把你带到最后成功的路上 所以这首歌就是告诉女孩子说 其实失恋 没问题的 孤独也可以的 就算是崩溃过后 我觉得都会自己 骄傲的 我的Yuki姐本人超可爱 我这是来骗人的 你是来骗人 骗人鬼 《恶作剧之吻》 你应该肯定有看过是吗 我的年纪比是稍微大了点 所以本人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那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这个剧里面的 另一首也很好听的歌 《恶作剧之吻》 去掉之吻 我们只唱 恶作剧 去年我开了我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 对啊 我记得 然后我在演唱会上唱了一首您的歌 叫普通朋友 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对 然后我今天就 我就想能不能跟陶志老师一起唱一小小段 可以啊 但你说爱 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 我太爱你心中只是just a friend 不是欺人 我感激你对我这样的坦白 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why 我不能只是be your friend 我爱你心中只是一首 我爱你心中只是一首 我的宇宙 我的宇宙 我的小宇宙 我的小宇宙是一个人对自己讲的感觉 然后呢我们在舞台上这一版是我们大家想要向你传递温暖 有一种集体的力量的感觉 他们这个乐团有一种很和谐的氛围 然后大家是可以互相接受彼此的意见 我加入他们也非常迅速的可以跟他们处得很好 那我觉得那个凝聚的力量就会很大 这是我觉得我想做到的事情 乐队的形式这种包裹感是特别强的 特别特别强 我觉得很好 完了以后最后一个副歌之后 干兵哭得满满的把最后一个副歌唱掉 我觉得那个很好 我希望明天正式表演的时候可以做到的就是 成为那个band的一部分 这三分四分钟是我们大家在一起 从头到尾觉得没有分开过 那我觉得这就是好的事情 钢琴在往前推 队长真的很强 他可以把每个人乐器都可以叫出来名字 然后讲说 诶这个太小声了 那个什么什么的声音可以再大声一点 哇也太强了吧 这是指挥家吧 是中间有一段你唱的地方 我多唱了 我不应该唱了 哦 好的 待会儿我就会记得 好啊 我们再试一次 我这个人是一个慢进入的状态 到现在我们录着那么多期了 我觉得好像从今天我开始 真正的进入天赐这个状态了 老师们 有哪里需要修改一下的吗 我喜欢 好听 我爱你 确实是没有什么需要改的地方 对着 真的 真的 那我就横着走喽 横着走 好 来天赐就是一个进化的阶段 去年真的是局部艰难 每一步都觉得自己好笨 就今年一下子 所有东西 好像我自己心里已经有那个样子了 我知道该怎么走每一步 希望大家回去了 这个版本也不错 陶老师比如她的有一些旋律 可能现场即兴的 嗯 就不受影响就好 我 就是你按照自己的固定的那个确定 好 她有时候一变 我觉得你自己会 我想找一下 对 陶老师是非常擅长现场即兴的 所以他可能每遍唱的都不太一样 我可能要尽量让自己不太被影响 因为有一些即兴是很难去契合的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需要更加相对固定一点的去唱 对 阵营团这边想听一下无伴奏的原声 横哥 对 可我没有机会再去把你保住 只能是个愿望你会来找我 阳光啊多明媚 而我在拉你堆 可怎么可能真的会来找我 这份爱我像早就来洗碎 汹涌潮水让我吹 然后冲到拉你堆 对这人潮具备 没人关心你是谁 一个人从头到尾 不如回家和慈来水 先说一下结论 即便从头到尾只有二位的清唱 我也会非常的喜欢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陈楚生 送给王鹤野 谢谢 谢谢 谢谢二位 请楼座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各位建英堂老师的建议 有请 我觉得你太自在了 对 坤哥 然后你也成功地让宗伟释放出了 他内心原本就可以做到的 就是很狂野的 外放的 但同时也有着非常非常鲜明的 吸引力的那一面 在这里我也想听一下 宗伟不伴奏的原声 怎么天都黑了睡不着的人 他没梦做 爱得越多越美 把我越是有话不直说 唱我这种情歌感下两口 管他够不够 Woo I don't know 这么听啊 我觉得他唱得比我好 没有 没有 就是怎么唱他都有情 你知道吗 就没有 因为我觉得 今天这首歌就是 坤哥成就着我带领着我 不然我也不可能那么放浪心海啊 对 对 他真的要跟自己深度地对话 然后你才能找回自己 诶 这是谁的歌 David哥的歌 对 找自己 找自己 哦 哦 来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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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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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在下雨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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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在哭泣 W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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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入我的心 Oh yeah 我最希望能够再 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女时光里 找自己 Wa la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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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除了回到那个时空之外 我们有很多的歌 其实我觉得都很棒 你知道我小时候其实看到子文的时候 我最爱他是哪一首歌 挥着翅膀的女孩 Wa la la 是来点歌的 好好听哦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Cue一下张栋梁 来一首 来一首 怎么了 北极星的眼泪 北极星的眼泪 说不出的想念 原来我们活在两个世界 北极星的眼泪 你哭红的双眼 你哭红的双眼 被淋湿的诺言 被淋湿的诺言 淹没在心里面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呼 崇伟哥他老是说Cue别人唱 自己没有唱 对啊 来一首 来一首 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 用双手轻轻一出就跑 好 好 有他泛黄的理由 思念将越来越薄 你微风中 总显得面容 一杯吹送到天空 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 依然一个人生活 我也曾经憧憬过 后来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 是用那种特别干压的喉咙 唱着淡淡的哀愁 我也曾经从梦过 后来更寂寞 我们能留下的气质都没有 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假装我很怀旧 假装我很痛 徐怀玉 徐怀玉 有请 我是女生 漂亮的女生 我是女生 爱哭的女生 我是女生 奇怪的女生 我是女生 你不懂女生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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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回到 状态就是18岁 两位老师唱得也非常好 他们的状态也非常的适合这首歌 就是让我们沉浸在一个很甜蜜 很轻松的氛围 我就是没有想太多 我就是觉得很舒服地听完了这首歌 好 谢谢 张东良老师 我是头一次看到你在现场 我没有想到你 就是可能我看了太多你最近演的戏了吧 突然就反转过来 变得这么温暖 就今天我看到闪闪发光的你 你们今天就好像是在迎合给我们的 一段非常美好的表演 我非常的喜欢 谢谢你们 谢谢吉克老师 真棒 大卫哥是影响了我整个生命的这个这样一个人了 他一些前卫的唱法 是我那时候就能get到的 那你唱一小段呗 真的可以唱一小段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天呐 我站起来唱 我好好唱啊 那马路上天天都在塞 而每个人天天在忍耐 没有你日子很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恋爱 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分享生命中的一切 我想要天天说 天天说 天天对你说 我 我有多爱你 谢谢 谢谢戴卫哥 谢谢 本职面前唱是不是会压力加倍 你知道吗 环哥 我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能唱食物 你懂吗 这种 真的 没食物 没食物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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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食物 圆梦了 天哪 提醒 这样最棒了 谢谢 谢谢 谢谢